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如這個圖 我這個圖的話是畫側面的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水上遊樂園的水池 上面的話架設有高度相等的這個甲 跟椅的兩個斜面滑體水道 就是說這是一個滑體水道 那人的話可以從上面這樣滑下來 好 那麼他說 現在有個小孩先從這個甲 跟椅水道的話滑入水池 所花的時間分別是TA跟TE 這個滑甲水道的話 花的時間是TA 那椅水道的話花的時間是TE 好 還有這個滑到那個池裡面的話 他最後的速度呢 這個是VA 這個速度大小就是速率 是VBA 那麼他問說 如果摩擦力可以忽略 則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是A 首先的話 這個 這個比較快 這個比較陡 比較陡的話 所以他滑下來的話 時間比較短 會滑得比較快 也就是TA 它會是小的體力 再來就是說 那個力學能會熟 就是這個衛能 這一段的衛能 變成動能 也就是如果這個高度 如果是H的話 那麼VA跟V2 是一樣的 都是多少呢 就是這個MGH 衛能會變成動能 等個二分之一呢 M VA的地方 這一段衛能 變成這裡的動能 也會等於 如果你從這裡滑下來的話 這個衛能 也會變成這裡的動能 等於二分之一 M呢 VB 所以VA跟VB是一樣的 都等於多少 我把M消掉 消掉以後的話 VA等於VB 都是等於多少 跟他二GH 所以VA跟VB一樣 然後TA 會跑得比較快 為什麼呢 因為 這比較陡 那事實上 我們可以 把這個鞋面上 這個下滑的時間 我們給他 算一下 假設 這個高度 是H 鞋面的長度 假設叫做L好了 那這樣 他滑下來 需要多少時間 我們來看看 他在鞋面上的焦度 因為這個 重力焦度的話 4G 9.85下 那他在鞋面上的這個分量 鞋面上的分量 鞋面上的分量 就是這個什麼 這個焦度A 就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你物體的話 假設質量是M 你放在鞋面上的話 他的話 那個 重力 就分解成 什麼 分解成這個 垂直 斜面方向的分力 那這個分力 會跟正向力抵消 所以剩下這個 這個力 叫下滑力 也就是說 這個下滑力 就是M M 投影在什麼 投影在這個 鞋面上的分力 這個我們叫做 MA 這個叫做 F 平行 M平行的話 那這個是 Mg的話 這個是 總重力 Mg F平行 除上多少 這兩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這個角度 跟這個角度一樣 這個角度 對邊是F平行 除以這個重力 Mg 會等多少 會等於這個角度的三角形 對邊H 除以斜面L 所以的話 我就可以算出 F平行 下滑力 這所謂的下滑力 等於這個角度 等於這個角度 L分子H Mg 好 所以這個下滑力 是等於到Mg 乘到L分子H 這會等於MA 所以我就想到 這個A 是等於這個角度 L分子H 乘到Z 也就是說 它滑下來的加速度 這麼多 現在我可以算掉下來的時間 掉下來的時間的話,我們用等加速度的公式 這個長度是L,L是等於二分之一 A T 平 這樣的話,T就可以算出來 2L除以A,除以A的話,就是乘以這個導數 乘以HZ分之L 所以這個等高三,這個是等於2L平方除以HZ 這是T平號 那我兩邊給它開根號以後,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T 是等於多少呢 L乘以跟號多少 2除以HZ 那所以T的話,跟什麼呢 跟L,這長度都要乘正比 也就是鞋面長度越長的話 因為H是固定的 這兩個A跟B,H是一樣的 那你鞋面越長的話 鞋面越長的話 它所畫的時間就越長 所畫的時間的話,跟鞋面的長度成分比 這個是比較詳細的分析 那你呢 用感覺的,你也曉得說 它掉下來的時間會比較陡 因為它比較陡 比較陡啊 比較陡的話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指點 它在什麼呢 指點,指點就會跑 跑比較快 事實上跑比較快 是比較形象的形狀 就是說 它在什麼呢 它事實上在同一高度 同一高度的話 它樹立是一樣的 但是問題在同一高度 樹立一樣 但是這一個 它在Y方向的分速度比較快 那Y方向的分速度比較快的話 所以它會比較快落地 這個南海 小孩子從這裡滑下來會比較快 它從這裡滑下來會比較慢 它從這裡滑下來會比較慢 因為它垂子的分速度 比較小 它這個垂子的分速度比較大 所以它會跑比較快 反正它滑下來的時間 跟它的斜面長度成正比 所以TA 所花的時間 小於TV 所以這題應該選多少呢 應該選C C的話就是這一項 跟什麼呢 跟E E的話就是這一項 Va跟Vb是一樣的 所以答案是C 然後再說一遍 Va跟Vb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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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